世间万物因果轮回 佛说一切福报都从不失中来 你不失了什么,付出了什么 相对应的就会收获什么 财不失得财,法不失得智慧 无畏不失得健康长寿 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佛说因果通三世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世 欲知未来国,今生作者世 你今生的福报多少 是由你过去世所得的福报多寡来决定的 今生的所作又会成为后世受报的前因 只要不能了脱生死 这些因果就会永远跟着自己 永远在轮回中循环不止 如果今生不仅不行善法 还造作恶业 放纵自己的贪嗔吃 而损耗自己的福报 再有福寿的人也会福尽而亡 或者引来意外的起货 而老人这个群体 因为本身今生的福寿存款 已经消耗了大半 由于某种大量损服的事情 而引发寿命提前终结的现象 就特别明显 在中国很多地方 比如中国南方当地 都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不能给老人大操大半地作寿 比如包一个大酒店 摆宴席之类的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老人很快就会去世 对于老人的因果报应来得很快 王先生表示自己身边就有这个案例 以下是他的分享 我的村子隔壁有个百岁老人 身体一直很硬朗 那么大年纪了 头脑清晰 思维正常 还能勉强干一些简单的活 听长辈说 老人的事迹 似乎还被地方台报道过 但是老人一直非常低调 连一百岁都不庆祝 也不办寿宴 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 后来一百多岁的时候 村委会终于忍不住了 觉得老人太低调 长寿不是好事吗 为何不庆祝一下 于是几个村干部就去老人家 提出村里出钱 一定要为老人作寿 全村人为老人办酒席 老人当时没有同意 认为不需要 但是村干部非常坚持 必须要为老人作寿 结果老人被迫过了个生日 场面特别热闹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最后不到一个月 老人突然就去世了 一个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百姓 命里的东西是有定数的 甚至你吃一粒米 喝一口水都是你命里有的 一个丰足禅年的老者 本身命中福报就不太多了 而大操大办搞酒席 酒席是因老人而办的 那么就是消耗老人命里的福报啊 大家想想 一个百岁老人命中剩下的福报 能承担得起请全村人吃饭吗 而且请全村人吃饭 这要杀多少生 来自刘先生的分享 三姐的公公出车祸去世了 是被摩托创的 造势者逃跑了 可怜了一个七十几岁的农村老人 两个月前才过完他的七十大寿 本来他对过寿的事情一直抗拒的 可是执拗不过三姐夫的一劝再劝 当初我听三姐说的时候 我说老人家不办寿宴是好事情 我听说过办完大寿就去世的人 因为人的年纪大了 本来就没剩多少福气了 你再给他杀生害命 更折他的福 想想一场宴席下来 他要背上几百条的命债的 要折掉多少的福气啊 只能让他走得更快 父母和三姐都不信佛 表示不相信这种事情 我当初跟家人说的时候 只是把我的建文和学佛学道的理论说出来 并没有想到说 要说服他们什么 但是现在三姐的公公死了 父母挺震惊的 这样的事情虽说以前听说过很多 但是感受不深 这次就发生在身边 在亲家身上 我也被震住了 因果真的是如影随形啊 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我们如果真为亲人好 千万不要以他们的名义去害他们 三 不摆寿宴 做善事 不报悟请自来 家住永家县桥头镇的 詹连妹 作为全村最长寿的一位老人 即将迎来百岁生日 在一些村民看来 拥有一百五十一名子孙后代的詹连妹 到时的寿宴一定热闹非凡 可老人却做了一个决定 不摆寿宴 发动子女 出资三十七万元 为村里造一座桥 记者采访老人时 詹连妹看起来一点不像一百岁的人 老人的次子叶言轻拿出一件衣服 指着密密麻麻紧挨着的针线眼说 母亲有些耳背 不过眼睛依然十分厉害 衣服破了 或者穿着有些不舒服 她都亲自动手 缝缝补补 面对将信将疑的记者 老人亲自表演了穿针动作 只见她一手稳稳地握住线 一手拿针 三下两下就穿进来了 更让人嘖嘖称奇的是 老人几乎从未感冒发烧 身上也没有其他毛病 我每天凌晨五点起床 午饭半小时后开始午睡 一口气睡到下午三点 晚饭后看会儿电视就睡觉 老人说 她每天的作息时间几乎雷打不动 平时做的最多的动作是 用手指梳头 以及深深揽腰 据叶岩青透露 还有兄弟姐妹共七人 他们这一辈很多已经是 曾祖父母了 小时候 我们家最多的时候 是十七八个人一起吃饭 母亲永远最后一个去盛饭 叶岩青说 那时候因为子女众多 家庭十分困难 每天为各种事情发愁 母亲拼命节省 从未对他们发火 后来他们逐渐长大 生活也慢慢得到了改善 但母亲勤劳节约的习惯 一直没有改变 母亲的百岁生日 很快就要来临 但母亲念到最多的是 村里的桥什么时候建好 修路造桥 历朝历代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老人说 百寿宴吃吃喝喝 也就过去了 还不如把钱用来造桥有意义 老人的建议得到了子女的大力支持 桥梁修建费三十七万元 西数由老人的子女承担 为了感谢老人的善举 村里将该桥的名字取为百岁桥 老人的长子 叶延文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支付了第一笔建桥费用十万元 后续将根据工程进度 继续支付剩余费用 叶延文已经八十岁 他自身没有收入 资助母亲建桥的费用 主要来源于自己子女赞助 叶延文说 母亲八十岁 九十岁 百岁时 都有出钱做散事 受母亲影响 叶延文同样热心于公益事业 早在二十年前 叶延文就在村里头带头发动 成立了教育基金 为读书困难的孩子出一份力 西新村村之书黄大考告诉记者 以往他们村里一度流行一个做法 老人做寿时 在挨家挨户分发糕点水果的同时 还要给其他老人分五十元或一百元的红包 而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将原本用于做寿的钱 拿出来做散事 但像沾连妹这样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的 还是第一个 所以金事行善对自己的福报影响很大 因果如影随形 即使人们不知道有因果 不相信因果 也丝毫不会影响因果律起作用 如能明白因果 想要老人或孩子幸福长寿 那多为他们做善事 就如沾连妹老人 不浪费 不铺张 把钱用来利益他人 这就是他能健康长寿 多子多福的原因所在了 总之 人的福报有限 寿命有数 能节俭用度 不贪者 谨慎 谨慎 言行 多行善法 就可以延长寿命 如果奢侈浪费 放纵自己的欲望 有过分的索求和享乐 常行恶法 福报耗尽了 生命也会走向终结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常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